哈囉 歡迎來到庫可實驗室 現在美金的價格非常低 銀行的利息也非常非常低沒錯 今天我們要教你一個方法 讓你的年息有10%到14% 而且還非常安全 再來 如果你有在挖礦的話 而且又沒有那麼急需現金 又非常看好以太坊的話 你也可以把你挖礦出來的以太坊 放在這裡領5.5%到8.5%的利息喔 某種程度上 這個會比現在放進直壓2.0的利息還來的高 就讓我們繼續往下看 走 當然在做這些之前你需要有一個帳號 就是crypto.com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當然如果使用我們的推薦碼 Kooker Lab 你和我都會獲得25美金喔 如果你之前使用過我們的交易碼 真的是非常感謝你對庫可實驗室的支持 在講所有之前呢 我們要先聊聊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安全性 那crypto.com的安全性呢 可以說是目前安全係數 評分裡面最高的就是滿分的那個狀態 總而言之呢 中心化交易所一樣就是老話一句 不是你的私藥就不是你的錢 但是交易所裡面有分安全或不安全之分 總之呢總會有那麼幾個特別安全的 如果沒有資安或者是電腦技術的話 可能會放在中心化交易所都會比自己保存還來的安全 但是一樣 我建議還是分散風險 別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當然如果你剛好擁有美國國籍的話 然後在很低很低的幾率 crypto.com如果爆掉了 這個很低的幾率 那美國聯邦存款的保險公司FDIC 還會保障你20萬美金的費用 那最屌的呢 是他可以一半價買到幣 那這個東西就做crypto.com裡面的syndicate 那這個其實就是最吸引我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是怎樣呢 這基本上是每當你上架一個幣到crypto.com的時候 他們都會拿出大約50萬美金來做優惠 那這個做法目前在業界只有crypto.com有 當然呢我們也會在之後 分別拿一集出來把這個講得更詳細 畢竟誰不想要拿到半價的幣嘛 而且這些幣都是非常有競爭的幣 那還有呢他還有提供虛擬幣的信用卡 讓你每次消費都可以獲得額外2%到8%的回饋 當然這部分我們會在下一集跟大家分享 那使用心得以及過程呢 還有一些注意的一些細節 我們都會在那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當然有優點還是有缺點 但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一些小事 主要呢是轉帳進crypto.com時 他幾乎都只支持以太鏈 也就是所謂的ERC20這個鏈 也因為目前ERC20都還是比較貴的 所以如果你要轉金額進去 你要先想好你要轉多少 很重要很重要你要選對鏈 因為如果真的選錯鏈傳錯的話 真的沒有人能夠幫你 那還有一個點呢就是他裡面 幣種價格都會相對的高一點點 舉例來說 如果他們裡面的ETH就是以太坊嘛 或者是BTC的價格都會偏的比較高一點點 但如果你沒有打算要把它換成USDT 或者是沒有要把USDT存進去 然後再去做買幣的話 那這一點其實你可以忽略 那我們今天呢其實就要教大家如何去存幣拿利息 其實他這個中心化交易所 我們可以利用這一點 讓你的小額的金錢 讓他這樣利滾利一直這樣滾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進手機 簡單的教大家如何簡單的去直壓這個幣 然後去領取利息 好了首先我們的影片下方也會有一個連結 就是這邊可以去計算一下 你放了什麼樣的資產 然後他的年期會給你多少 如果去試算完 我這邊會比較推薦幾樣資產去做直壓 那第一個呢就是當然就是我們的穩定幣 那第二個呢 除了穩定幣之外 我也非常推薦直壓比特幣和以太坊 主要呢是這兩個幣種啊 在其他的地方做直壓的話 他的利息其實可能會比 Crypto.com來的低 那至於直壓穩定幣的話 大部分的就是穩定幣直壓 其實收到利息都大同小異差不多 但是他的BTC和以太的這個直壓的年息會 來的好一些些 那你當然不能去跟去中心化金融的一些去做比對 因為這個畢竟是中心化金融 那當然就可以到影片下方去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這個試算 那都知道要存哪個幣種的話就可以打款進來 然後呢我們首先就是下載這個App 那登入好之後呢 我們點選這個中間的這個Logo 那進來到這個頁面之後呢 其實我們要做的呢就是 使用這個索幣撰席的這個按鈕 那我們就點進去 那點進去 你可以看到我目前在這裡面直壓的是 就是BTC就是比特幣 那當然沒有很多 到目前為止的手藝是這樣子 那它是每一期你可以自己選擇 那如果要去增加這個的話 你就按這個右上角的加 那它就會問你說 欸你要去儲存哪一個幣種 那舉例來講 我們要把剩下的BTC存進去 那舉例來講 假設我們要存我們的USDT 這個Tether的這一個 那在這邊你可以去選擇 你的這個資產 可以隨時存放的 這個就是活存年息會是6% 那如果呢你是想要就是9放 那就是做3個月的定存的話 就是會最高 那這時候就是你存進去後 3個月就不能拿出來 那就按繼續 那基本上它就會跑出這個畫面 就是接受每一個 然後按下一步 然後呢 它會說 欸你的資產會被鎖這一些 然後 最少需要250美金 才能去做這一個 那當然我現在是資金不足 反正就是這個畫面按下一步 那你的錢就會被鎖進來 那鎖進來的話 就會出現到這個畫面裡面 那它這裡就會倒數計時說 欸還有多久解倉 那再來有一點 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下的就是 你資金裡面的這個代幣 其中有一個代幣叫做CRO 就是CRO代幣 那當然你如果去買這個 Crypto.com的這個代幣呢 你所存放的這個資金越多 它有分三個不同的等級 第一個最少的等級就是 就是你沒有任何這個CRO代幣 或者呢 你有等價大約是 500新加坡幣 的這個CRO代幣的話 那你就是屬於第一級 下一個等級就是4000 如果你裡面有4000等價值的 美金的CRO代幣的話 你的年期就會提高到 像我們剛剛看那個是10% 那在這邊我們的年期就會提高到12% 所以你可以去計算一下 如果你的資金達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去放多一點點這個CRO代幣的話 你可以額外再領取到2%的利息 那如果你算出來這個 軋的過去而且就是還蠻划算的話 你就是建議會去做一個升級 那在下一個級別的話 它需要就是要有4萬美金等價的CRO代幣 那這個就是有點高了 這並不適合每一個人 因為10%到12%的話 這2%它可以就是 只要僅僅是4000美金就可以達到 但是在下一個級別 你就要去直壓4萬 那除非是這個CRO代幣 它能夠一直一直持續往上升 要不然的話 我建議大家還是使用第一級別 和第二級別即可 像我們剛剛存的那個利息 就會被打到這裡來 你就可以看到它 是有在一個慢慢增長的 那反正我這個比特幣也是丟在裡面 也沒有打算說要賣嘛 那它每天就會在這裡說 你今天加了5塊錢 你今天加了多少錢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剛好手上 你打算說 我想要放一些資金 然後我不想要動它 那就是純粹賺利息的話 你看美金你放在銀行 你的利息還不到1% 你丟在這裡隨便就有10% 那這樣子的話 你資金一多 那你再升個一級 你就有12% 而且它這個安全係數又非常高 所以我非常推薦大家的是 有多餘的金額不要放在銀行裡 那就是拿過來做直壓 雞蛋當然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我們要再提醒大家一次 就是你有一些資金放這裡 當然也需要有一些資金放在其他地方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以被不辭之需 你隨便哪一個地方有發生問題的話 你都可以拿來去做彌補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歡迎給我們個讚 或者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當然如果有朋友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他 說不定就會幫助到他呢 所有的相關連結 我也會放在影片的下方 別忘了我們那邊還有聊天群喔 那就這樣 掰掰